hello 今天要來玩玩ERA9最新的破譯光環 Apostolos使徒光環 如果你們有看我上一部影片的話 就會知道裡面有一名觀眾在ERA9更新不到半小時內 就抽到了這個Apostolos光環 今天我就要借他的帳號來體驗一下這個新光環的feel 那我先來跟你們報告一下 我私底下抽到一個這個ERA9新的這個光環 在這個背包裡面 這個東西這個Nihility 這個是九百萬分之一的這個光環啊 我上一集看他外表我還以為他是十多萬機率的 結果他是百萬機率的啊 然後他在那個露天氣抽到的機率的話 我沒記錯好像是 我之前看那個Viki應該是九千分之一 欸不是Viki那個是收官網 應該是九千分之一 我這個是我一邊剪片的時候 就突然間我在掛機就抽到這個東西了 但除了這個以外 我就沒有抽到什麼其他的那個新的光環了 那些Lossol那些比較低機率 比較高比較不稀有的那種就不要算在裡面啦 就唯一抽到的這個比較稀有就是這個Nihility 那我現在呢就可以把上一集的那個觀眾呢 邀請進來 來讓他展示一下他的這個Apostolos hello他進來了 前面這位就是今天要借我帳號的這個成員 J先生Mr.J HiHiHi 可以先show一下你的Apostolos嗎 雖然我上一集看過的 但是我現在還想再看一下 我離遠一點 這個也是體型也是很大 哇真的 啊這個真的也是 現在這個既然Alargy已經更新 正式推出這個光環了 現在我也把它列入我的這個夢想名單了啦 那個Arc Angel就沒有反正就沒有這樣吸引了 因為Arc Angel跟現在這些新光環比起來真的是 嗯那個吸引力真的是有一點的欠缺 有一點欠缺 只是希望他之後那個Arc Angel可以重做一下 不然現在Arc Angel真的是有點太小個 真的很好看 雙劍一把紅劍然後一把那個白劍 這樣我現在要來問一下他是不是在這個天 用這個天堂抽到的是吧 Yep HP2第二個破千萬 所以他的意思是講他 他抽這個天堂22藥水的 這個是他第二個 抽出破千萬以上紀律的這個光環是吧 這個這樣我問一下這個是第幾頻抽到的 大概11吧 哇11頻就有出這個破1了 我現在其實我目前啊 我累積到來我自己去抽的這個天堂數量 包括其他人的這個賬號啊 應該有100多頻的 應該是100多頻的 結果我抽到這個唯一了 就只有一個這個Gagentra 人家11頻就有出這個破1光環 很好耶 那目前本身有幾個破1光環在身上 我會問這個是因為等下我會用他的賬號 我也一樣去flexbattle 3個 3個不用緊了 至少還是多我 多過我一個這個破1光環 而且又有這個 LR9的這個新光環 因為我這個是 第二天我更新後的這個第二天拍的 所以很多人應該都還沒有這個光環 所以這個是很 很稀有的 然後他的抽數是 6.85M 跟我相差一個整 整8 這樣才一個整800多萬這樣的抽數 但是還是比我多一個這個破1光環 OK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問題就已經問完了 現在我就是要來跟他 end拿一下這個賬號 我們就要去battle battle一下 OK 登入J的賬號了 現在要先來看一下 背包裡面有什麼其他人的光環 不過他剛後來也已經跟我透露過 他背包裡面另外兩個那破1光是什麼了 這邊 重複了兩個Genesis 不過不用緊了 至少他有一個這個Apostolos 這個 有這個就真的是 有這個就真的贏了 真的 真的是帥炸 我可以的 主要來 Emily 我們先把它彈一下 先來第一個師父 我這才剛加入第一個師父 就有了這個 有這個Ages 挝 這也是第二天霸的 吝 老敬 Ages غ 哇這個 這現在應該是 exploring 游戏除了Grace的限定管缓 Pression跟Grace管缓以外 人家有Apostolus 等下我已经有点怀疑 这是管理员来的是吗 是什么管缓开发者 那个是什么 他那Ageist 这个是他们讲是Flex Battle Server 可是没有人在Flex Battle 但我至少进来看到 那个Ageist 还有另一个人也有Apostolus 这样我也来秀一个 三个Apostolus 我看一下他们的 没有人比我的抽数还要高 现在这个J的账号 他的抽数最高 其他人都低过他的抽数 这什么魔鬼 还有人Matrix Overdrive 全部新光环都聚集在 新的这个师傅里面 这样子就拆一个Atlas Atlas还没有看到 有没有人有Atlas 不过等下我就是要离开这个师傅 因为没有Flex Battle 我就进来欣赏一下就好 第二个师傅 看一下这边的人有什么光环 我们全部都在那个围栏那边 他们全部人都跑掉了 全部人在那边山上的 人在哪 前面这个前面这个 嗨嗨嗨嗨 来来来来来 首先我们的这个第一场 you will lose 我这个账号也没有很多好东西 来吧 Celestial Bound and Unbound Aquatic Flood Amp Stars Cross OK来千万的 这边 Sailor 先渔船 Exotic Apex 诶这刚好这个账号也有啊 Exotic Apex 然后还要再拿一个高过塔的 就是这个Twilight Resistance Memory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啦 因为他这个晚上比较容易抽 对 呃也是有 那么再来呢就是 Chromatic Genesis 我还可以炸个技能一下啊 哈哈 我第一次用一下这个Chromatic Genesis的技能 Impeach 哦 OK 这样我先再拿另一个这个 Chromatic Genesis 最后再拿这个 第一排 Apostolus 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这个技能啊 What Yes Apostolus 这个也是目前 因为才第二天的关系 所以是很COW OK 这样应该是结束的 GG 欸 有一个Agees 等一下 这个Agees跟我 这个 第1个服 那个玩家是同样的人嘛 我看一下外观 外观 欸不是欸 这个无头的叻 哈哈哈哈 这些全世界 喂 还有大炮等一下 我要开一下声音啊 我听到一点点了 我听到一点点了 你可以再放一下技能吧 哇 这个我不能在讲什么 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全部都聚集在这种Flex Battles 所以你们要看这种 很稀有的光环的话 去Flex Battles 就对了 他先套Exotic OK 那我先出一个 比较高一点的 不要那么慢慢来 直接来Arken Nihility Starscotch Cent Legacy Chromatic Ethereal 差不多剩最后几个光环可以秀罢了 Exotic Apex 我也有一个 然后再拿一个Twilight Addresson Memory 对方是拿这个Matrix Twilight Addresson Memory 之后 人家还套这鬼船欸 等一下等一下 我只能出底牌了 玩乐 玩乐 先套一个Chromatic Genesis 再套一个Apostolus 这个 我不懂 这个是那个什么吧 是那个 阿特拉斯 他是有Agees吧 是 他就是刚那个Agees的玩家 哈哈 OK去去去去去去 Yo Jay What up what up what up 我这个是另一个新的师傅啊 Flex Battle Me Sir 欸 居然是人家先来邀请我 没有问题 来 一样也是要来这个围栏这边 Let's go 你要先开始我先开始 Gravitational Solar Solstice Galaxy Hyperworld 然后再Chromatic 欸对方逃很快欸 可以等一下先吗 Kentuck 他逃够快喔 Kentuck他也是有 Ethereal Matrix Matrix我没有 但是我有那个 只有这个Twitter Addison Memory 他 对方一定也是有的 这样我就只有来这个Chromatic Genesis了 对面还有什么 Starsquatch Radiant OK 这样我再放多一个 这个Chromatic Genesis 然后再放一个 Apostolus 欸对面还有这个Impition 你有没有比这个Apostolus 还有高的 Overchart History 还有咩 Gagantua 完了 我输了GG 因为Gagantua 他现在那个 自命赛的西游度 还是比这个Apostolus 还会高的 GG Megatrix Flex Battle 2 OK 来来来来 这个是第几场 第四来第五场了 这样我先拿Selestile 不过他站去旁边欸 这样是前面这个人要跟我 欸是前面的啊 他是当裁判是吧 阿Kent欸 鬼船 这样鬼船一样 就只有这个Chromatic Genesis 能出 对面也是有Chromatic Genesis 你放技能我也放一个技能 都扎一下 你还有什么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 Stars cross Radiant 这样我 一样 Tallinger先 然后再target Apostolus 第一派已经出来了 有一个黑洞我就输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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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激励 GG 这样我还是 我还是输着 连拜着 GG May I try next 发出最后一次的这个战斗邀请啊 玩完这场 这个Flex Battle 玩这一场就好了 有没有人要来 对面这个阿特拉斯要比呗 真的没有人没 万人到场 哦哦哦哦 前面这位 这个小黄人好像是要哦 我就当作他是要的啊 这样我就自己 我就自己先逃Arkane了 哦有啦 对方已经逃这Exodee了 只是后面这个 如果把这个四脚转过来的话 Matrix Overdrive很顶 还好把他收回来啦 Overtrail history 来 追以后追以后 Postolus 这个不知道 能不能赢 你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其他的 Dang Dang 这样意思是没有了是吧 GG 哇 这终于赢了第二场啦 GG OK OK 这样我们今天 这一场最后一场这个Battle 就以这个 胜利兽为Apostolus 好啦 那我们今天 先玩到这边 不过到现在为止 我还不知道这个Apostolus的正确 翻译是不是叫做使徒 因为我在Google 我在那边查是叫使徒啦 当然不懂 真正意思 作者设计这个关怀的真正意思 是不是叫使徒 不过不管怎样 我们就先玩到这边就先结束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